与整个牛群对抗 就像是躺臂当车 达瓦是孩子们唯一的希望 他决定铃儿走险 小牛的母亲赶来营救她的孩子 但达瓦不想放弃 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达瓦不想放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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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而牦牛母亲保护孩子的意志 如达瓦一样坚定 母牛用牛角猛烈地撞击达瓦的身体 一次 又一次 达瓦身负重伤 出事 达瓦 适ды 出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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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事